大家還記不記得香港人移民英國系列第一集呢? 當時我們訪問了次衛主人用了接近20萬港幣 由香港帶他們移民來英國那一集呢? 當日兩位主人除了分享有關他們寵物移民外 他們還有跟我們談談在英國找工作和工作的分享 我們今集會繼續說 大家覺不覺得我的樣子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怕怕的 我之前都未見過次衛 不過我現在認識了他們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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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又回到香港人移民英國系列了 我們這一集就說說 誰發明要上班? 是不是? 好笑的 教不教你說說現在是甚麼工作? 有時間說 我說了 如果你在吃飯的話 我想這一部分你應該不要看了 在香港做了很多年 在這裡沒做過 他們的要求跟我們香港真的差不多了 他們的衛生狀況 接受不到 接受不到 英國的脫毛是男士女士都做 男人脫毛是包括所有的部位 其實香港人到那裡都打不死的 我們今天說說香港人在英國上班的事情 繼續邀請到Maphis和Hebe 上來講一下 那兩位究竟在英國多久呢? 我來了快一年了 還有一個月一年了 哦 我就八個月 八個月 那兩位是不是已經開始工作了? 是的 教不教你說現在是甚麼工作了? 有時間說 有時間說 我本身在美甲那裡還在做 香港還有美甲的事情要處理 本身在香港做美甲的教學 做了很多年 另外現在在英國 為了租屋 我就找了一份兼職工作 就是在百貨公司買東西 都是關於美容的東西 你呢? 現在正在做Uber 送外賣 參與聖載時間 比較彈性 我自己控制時間 其實收入都可以的 其實你好像之前聊天 你說在香港是做滑水教練 潛水的 不是 我在日本做的 我在沖繩做潛水教練 我在沖繩做潛水教練 但是過來英國就沒有潛水 應該在南部才可以潛水 南部那邊 而且這裡太冷也不太適合潛水 OK 那就要轉學了 自己想辦法 什麼問題 怎麼搞笑 我沒有上班 我覺得這支你可以剪在片尾上 我沒有上班 我沒有上班 我是說什麼 這個貴婦式的生活 我本人養東西 我是廢柴生活 貴婦式的生活 每天就是和春姐一起吃 我就是照顧她 我就是她的工人 狗奴才 對 對 侵卷完 你們兩位覺得在英國難找工作嗎 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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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為我本身的專業領域 都是在這方面 我就 apply 這些工作 基本上都八百百種 對 對 我也是上網 在手機APP上申請 其實她是比較多要求你提出自己個人的文件 你提供到整個流程很快 可能一個星期就完成了 最重要是你BNO visa 你有right to work right to live 如果你做食物運送這些 你買食物保險就可以了 還有車子不能太舊 好像有要求 對 還有一個就是DBS檢查 即是背景檢查 即是梁文那個 對 類似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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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什麼犯罪的東西 那我就 他直接給我合約 然後我就填一些NI 給他一些銀行資料就可以了 但見工會不會說見很多輪 因為見很多香港人 就是經常說要見很多輪的interview 所以我沒有用 沒有夾 沒有夾工 都是外國人公司 都是白人公司 其實 都不會說特別 說見很多輪 其實就是說 你說要帶著整書過去 其實我是真的那一招 他都看著我 拿著一招證書過去 但其實是否真的 這麼關心 你有沒有證書 原來是不是的 看都沒有提過 結果我帶了過去 就只是試工 看你有沒有 懂不懂做 其實都想體驗一下 這裡做美甲是怎樣 在香港做了很多年 在這裡沒做過 然後發覺 原來他們的要求 跟我們香港真的相差 如果你說美甲的工作 其實基本上就是 你懂得做 他原來是老闆有訊 就可以了 買到保險 就可以了 其實他們就不會刻意 追著你 一定要拿一張訊 給他看 而你懂得做 就可以了 我另一份工 要賣東西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特別 要見很多輪功 他相對來說 見得多一點 但全部都是一些 phone interview 和一些 video interview 沒有說特意要親身 到最後已經確定要上班 只不過他約我去談過 Ross 沒有說特別要 見很多次工作 真的沒有 全部都是在家裡處理 他們interview 會問你些什麼 interview 會問一些很難的問題 他不會問你一些很難的事情 聊天 通常都是叫你自我介紹的 其實都不外匯這些 叫你自我介紹 還有他會看你是不是很高榮 你要講英文 就是你肯不肯講 然後你肯講 而你又不是說很激烈 你去表達你自己 我覺得都可以的 還有看你自己的專業知識 去做給他看你 看你怎麼表達 然後他們就會去看你 你是不是適合這份工 Maphis 隨時可以上班 那你就上班 對 喜歡上班 其實都算不算舒服呢 是非常之舒服 是你自己控制上班時間 可能有時候有些事情忙 真的不能上班 我又不需要跟誰交道 這個比較自由 尤其是假日會有些獎賞 對 即是不同的時段 對 可能那單工作有1.8倍 獎金 對 那天如果完成了三單工作 即是假日 他又會給額外的 bonus 但都很快 都多單 都多單 以前在香港 是不是經常聽到師傅說 要搶單 要拿著機器 按按按按按按 就是這裡會不會有這個 都要搶單 見到 例如送開那間餐廳 門口會拍著 都是那班人 對 其實基本上 你送完一單 你回回去 然後那班人 自己排隊等單 即是是攻略 其實我是有三個APP 不說哪間 是的 他是同一時間開的 開的時候 一起接 一起送 用最少的時間多點錢 找多點錢 反正都是 用三部電話 一起開 不是同一間餐廳 同一間餐廳 一起開 看看哪一間餐廳 哪個用哪個APP 來叫外賣 然後就在這裡 幸好 一起接三單 一起去送 你省一點錢 但你未必那個單 那個客人的範圍是近的 近的 近的 因為他原來 那些快食物 他一定會在那裏 不會讓你太遠 他有時候一次過三 他要保證食物質素 不可以冷 你要用他專用的保溫袋 對 不會太遠的 即是叫食物 這個攻略對你有幫助嗎 有 非常之有 是你自己了解到 還是你觀察到 還是當地 對 在餐廳一起聊 對 收下風 你有什麼攻略 對 過了兩招給你 對 今天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tips 有的 真的有的 多不多 這個比例 這區未必多 但要比的時候 可能會很多 尤其是家日的時候 其實也挺開心 而且也挺自由的 你想開工 或者你今天 剛好有些free time 你又想做一下 你大概知道哪間餐廳多 這些外賣單 你可以在那裏 真的在補單 原來真的會一直都有單 Hebe 想問一下 你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美甲工作 來到英國 其實會不會做完 全面的美甲工作 目前 其實為了租樓 所以找了一份工 另外也可能有一些計劃 所以我也會想做美甲工作 但可能會用了另一些模式 因為我本身是教的 你這裏太地大了 你不跟香港 你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 我每次面對面去上課 可能會變成一些 online 或者什麼 因為現在所謂的另一份part time 其實只是拿來賺少許生活費 然後美甲工作 都會照樣做教 特別是喜歡享受教的過程 所以應該都是會繼續做的 本身也打算繼續做 旁邊會有一間房間設置 香港人可能偏向日式 我本身也是教開日式 但香港人比較喜歡一些精緻的東西 喜歡一些精緻的東西 仔細一點的東西 但其實英國這邊的人 為什麼你經常聽到 人們在這裏找不到合適的美甲師 其實是因為外國人的要求 跟香港的差別太大 最難適應的就是 他們的衛生狀況 我是接受不到 我是接受不到 原來不用浸腳 就可以做腳甲 即是不消毒 就這樣一來到那一刻就脫鞋 就來吧 對 然後坐上床就來吧 然後我嘩 然後 如果你在吃飯的話 我想這一部分你應該不要看了 不是 你萬靚是一個享受的過程 我覺得可能因為他們 因為很本地的美甲店 英國人很在意那個價錢 他們反而不在意那個中間 我們香港人很在意 是不是一個價錢 是享受了整個服務 包括你可能修正甲型 剪四皮 做指甲那個 或者是做一些印刷 做一些畫 但是這樣說 他們把這些所有東西 就好像難聽說 就是把它變成東門 斬件式收費 原來修夾型 可能修夾型會跟馬尺 剪四皮原來是分別的 你不剪四皮 那你的指甲又怎樣做得漂亮 對 但是因為那些鬼 會為了省錢 就不剪 不會再給錢 即是就這樣剪 我要整指甲那個價錢 對 然後你真的 但是我真的 我都是一頭煙 因為我在香港做了十幾年 其實我都經歷了水晶甲那個時代 都做黑膠 到塑膠 我都經歷了 加上其實我都去過很多地方學過 也都在日本進修過 其實我都比過很多地方 英國的真的令到我有些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 開眼界 而且我真的受不住 因為我以前在香港 我是幫客人做完 如果我還在做微甲師 我幫客人做完指甲之後 我會幫他做過mini的磨砂 還有洗乾淨的手 這是我的要求 我覺得他太多配襯了 然後我才會幫他再塗 手霜和culical oil 但在這邊他就跟我說 You treat your clients so well 你對他太好了 你其實就是這樣掃一掃 塗手霜就可以了 你隨他塗手霜 那我真的 要收錢的 原來塗手要收錢 這裡他就是半買半送 塗手霜給他 但他整隻手很粗 連塗手霜 塗手霜 我這個真的有一點 而且他們真的做得比較粗粗 這是真心的 他們顏色的選擇方面 顏色可以自己選擇 但你說他們做甲型 做形態 那些他們是真心的 圖案 圖案他們要求低的 但你問我 我們香港人做可以整治的 就是你單色 原來他要求我們 要45分鐘完成 我不是做不到 但問題就是 你有很多位置會失去 你做單色 其實也是一個學問 你都要做領他 你都要做企理他 但他們就會為了趕時間 而做完 筆略了 很粗的 他覺得我要對甲型 和對長度 他覺得我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那時候看了他做一兩隻demo 因為他們有訓練 所謂的訓練 我都會去看 很虛心 然後看他們訓練 不堅固 然後就做 我覺得這些 不會是個別事件 原來全部都是這樣 因為我看了他幾個女生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 嗯 那我明白了 衛生方面 搞不定 以及他們要求方面 搞不定 還有時間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 將貨就加 所以我很多位置會覺得 如果我們香港人有自己的香港風格 可能香港人會比較收落 嗯 所以我也會在香港 在這裡也會教一下 但會比較興趣 理解一下 我都發覺 聽過幾個人說 未夾工的白銀鋪 其實都會騙人回去做free training 但其實原來就是騙人回去做白工 因為他覺得你是懂得做指甲 他才聘請的東西 然後他騙你回去 做一些他收費的客人 但他告訴你 這是 part of training 然後你借錢 你的時間 你就回去了 所謂的training 就沒有錢了 沒有學到東西 不得止 還要你去幫他做事 但其實學東西 不是他應該有東西教我 為什麼我在做事 然後他就說 你在他那裡做指甲 就是適應他們的環境 你理解了他們的process 然後呢 這個就是training 很多美甲鋪在這裡 都會幫人做vaccine 那最受不住的話 其實英國的脫毛 是男士女士都做的 如果你是我們亞洲人 尷尬你不做男士的話 在他們的眼中 是覺得你是disqualify 你是不pro 你不認識pro 你不可以幫男士脫毛 男人脫毛是包括所有的部位 男人可以脫什麼毛呢 究竟 不是那麼簡單 但他們連耳朵毛也要脫 你想得出有毛的地方 也有幾毛 鼻毛會脫 耳朵 耳殼 耳孔裡面也會脫 還有開中間這個位置 印度人 是的 觀眾也未必會知道 究竟想到脫什麼了 上網找到資料 對 因為真的很地道的舖 我特意圍了 都很體驗式去理解一下 想試一下究竟 真的一個在英國做一間美甲店 因為我做教學 我可以告訴別人 香港是怎樣 香港是怎樣做 日本是怎樣做 台灣是怎樣做 但是因為我真的體驗過 理解過 但是英國我真的沒有試過 然後到場去試一下 自己可以給學生 都是一件好事 都是一個體驗 對 總括來說 其實在英國上班 其實都算開心 很開心 不是很大壓力 是很開心的 對 只是要試一下時間 我的壓力就沒什麼 因為可能指甲本身就是我老本行 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的適應文力都ok 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ok 其實香港人 那裡都打不死 我覺得這個精神真的很好 因為我現在工作的經理 是覺得我超級勤力的 是 因為他對比有些helper 一些大陸來的helper 他跟我說 因為我要收拾貨 那些產品 我就會開始為了辦公 是打扮個辦公 然後為了辦公 我就會把所有東西排得很整齊 有一點點強迫症 所有的牌子都要向出 是 那些東西全部收拾好每個架 是 阿姐回來後 會嚇一跳 才是嚇一跳 然後撿淡笑 然後就會說 嘩Hibi你 超級的 不要說哪裡來的 其他helper是不會幫你做這些 只會用到所有東西都亂了 還有那樣東西就是 他們真的可以就這樣一堆東西 推到櫃子 關門 打開出來會掉死人 如果你去日本你都見過的 那些日本人 他們自己開店 蹲在那裏 老闆也會蹲在那裏抹地 老闆一定要做 是更加 你不做的員工會 不尊重你 你要勤力 其實對你自體 自身都有得著 我覺得 學到東西 也別人都會讚他你 其實香港人就不要那麼怕 來到這裡 他騙你 可能他是不對 但是你自己可以選擇去別的地方 好像我這樣 我面對原來百人美甲店是這樣的 我就去別的地方 東加不打打世架 或者是自己創業 我覺得很多機會 不要抹殺別人 也不要看低自己 你過得來 你都會想想你自己怎麼去面對你的生活 開心一點 香港人輕鬆一點 聽兩位這樣說 我應該都很適應這裡的生活 對嗎 因為他已經幫我打了頭陣 很多事情他都幫我安排了 先頭部隊 先頭部隊 因為一開始來到 可能不懂乘車 不懂乘車 他都已經摸索了 所以我來到其實 已經很多事情都不用煩 就像GP 選你一間 不要選大一間 是啊 怎樣搭巴士 怎樣搭車 做所有的事情 一些進來要有的研究 他都會幫我自己做 而我來到 接著他這套行就行了 上網做一些研究 對 太多資料 對 很多有用的知識 對 當然也要自己深深地去看看 不一定有香港人欺騙香港人 到處都有人欺騙人 好了 多謝今天兩位嘉賓 分享在英國的找工作 生活 希望接下來我們可以再找更多 不同的香港人 了解他們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生活 好了 我們下次見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兩位 多謝 拜拜